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中国多地楼市成交量表现平淡 但代开量却显著增加 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春节期间 中国新房市场处于下行调整阶段 较春节前有明显降温 但到访量有所提升 2023年春节期间 代表城市的新房成交规模保持在低位 较去年春节假期是下降了差不多21% 恢复到疫情前期 就是2019年75%左右 另外从终止各地分析室调研的数据来看 多个重点城市 项目平均的到访量 相比于去年春节有所提升 比如说像北京 杭州 成都 西安等等这些城市 春节期间 北京 上海 西安 天津等地楼盘 纷纷启动不打样模式 不少楼盘还推出特价房 折扣优惠等最好措施 吸引购房者到访 陈文静指出 从到访量来看 购房者职业预期略有修复 整体上观望还是比较重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成交这一块略有不足 像收入预期 房价预期 等等这些因素 依然还是重要的影响的 关键性的因素 部分核心城市 因为城市基本面 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 市场修复的这种态势 我们认为还是初步显现出来了 与2022年春节相比 2023年春节期间 二手房市场的代开量和成交量 同样出现增长 今年春节期间 贝壳找房平台覆盖的 重点50个城市 二手房代开量 比去年春节期间 增长了近三成 成都 重庆 以及珠三角的重点城市 代开量比去年有显著的增加 反映了这些城市的消费预期 正在转变 春节期间的成交量比较少 但是跟去年的春节相比 还是有57%左右的增长 每年的3至4月份 是楼市小阳春 分析人士认为 从春节期间楼市的表现来看 小阳春或许在少数城市出现 但整体修复仍需要时间 跟过去的小阳春相比 今年的市场肯定不会突然的热度增加 消费者的偏好 以及消费者的购买力 修复需要时间 房企也还正处于去库存的阶段 根据贝壳先行的指标 我们预计 二手房市场的复苏将会好于新房 珠三角以及金金记重点城市的表现 将会好于其他城市